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台湾偏乡地区的长照服务站 最近兴起远距视讯的热潮 医生 护士和健身教练 可以透过线上教学 帮长辈做健康咨询 带着他们运动健身 还可以精准掌握血压等数据 来了解病况 而这套远距离照护系统的背后 有段相当感人的故事 软体开发团队的主持人 东海大学资管系的老师潘仁豪 曾经因为忙着学术研究 而错过了与他父亲生前的 最后一顿晚餐 为了照顾失智中风的母亲 她积极研发远距照护系统 并建立起强大的医护咨询团队 希望透过科技 拉近家人之间的关心 也照亮了医疗资源评级的 偏向社区 别人担心我在旁边 你往前走 你现在已经可以走得很好 你看你左脚都可以动 所以我自己跟我们亲的连结很强 就是因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还是陪到我身边 当失智了 他可能有时候 他会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这谁 大姑妈 这你吧 我忘记我自己 我父亲的离开是很突然的 他在离开的前一天还问我要不要回家吃饭 我说我没有在研究室 可能今天要做实验 没办法回去 一口天他就过世了 这一件事情让我很自责 就一直对我母亲为亲爱的关心 有一点害怕说那个会不会有一些遗憾 是自己来不及 跌宇的一些关系 现在的话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睡眠的时间点 甚至他的睡眠的深度 都是他买的 他买的 他要照顾你 好 好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做这个APP的原因 早在我在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原汁大学认教 那时候我就买了一支手环给他 然后我手环我就给他带 它的APP装在我身上 所以我每天也看到他走路的频率 然后我就会打个料理他 打了大概三个月之后四个月之后 你就看到他表现 他的数据表现就提升了 他会一直带的原因就是因为儿子在看 手环的功能已经不再只是记录而已 而是一个母子之间的情感的连绝 好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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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工作很忙啊 或者是一直在熬夜啊 在研究室做事啊 我们反而会忘了关心家人 那我觉得这个忘记 还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现在的话我觉得QG的进步 到处都有网络 那我们随时都可以联系 拜拜 手不要动 让他量血压 我帮你量血压 他今天血压就还不错 119 那算是很正常的 他如果血压很高的时候 以前我就直接打给他 可是后来 平常我没有时间 常常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我后来就把他录起来 那他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他是让他就会比较安定下来 就是你要练 才找得到肌肉的使用方法 再打开 好 再收回来 这样对吧 我们可以记超过80多种的数据 他的睡眠时间活动量 甚至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说 他的使用的一个达成率 我们把14种的不同的专家放上来 那来提供这样的线上的服务 对 那这个我们很像Uber的概念 像假设想套医院复健科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跟他去请教说 这个母亲的复健的动作 有没有确实 嘿 你好 嗨 姐姐哥哥好 我想要咨询一下 就是我妈妈她就是左胎嘛 我们需要帮她调整一下什么样的姿势 她比较不会造成她肌肉酸痛的问题 一手放前面 一手拉裤头 那我们可以带阿嬷做一个起身的动作 尽量要鼓励阿嬷 这个两个脚尽量要放平 因为阿嬷的右脚总是会落在后面 因为她又比较急的话 我们就是每一步都走好 一开始就是妈妈中风以后 大家都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她有一度也曾经很排斥 就是说要运动或者是说要让自己进步 但是因为透过这个APP 然后她可以跟外面的人也有接触到 所以就是会慢慢的就是改变那个心态 然后就是也慢慢让自己就是OK 愿意做运动啊 因为这要看后续 那她这样一路以来卧床 然后一直能够坐 然后起来走 甚至我们去看诊的时候 有时候还让她自己走进去诊间这样子 那医生就说 她觉得她能恢复到 以她这样的脑损的状态 她可以恢复到这样 她觉得她算是很大的就是奇迹 姐姐对不起 不会 好 OK OK 也许还会 我觉得有这样的数位的支持 会让大家在照顾我们身上更放心 但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 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况 讨论过程实际上不只是在关心母亲 也是在关心就是兄弟姐妹们的情绪的问题 我完全没有影响 我还很想去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 琪你去过了 这个是 她就是那种routine 然后她还set out 然后几点到几点 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做了要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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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然后 那你觉得有压力吗 我不会有压力啊 我直接跟她讲说 阿嬷休息 因为我会看她当时的状态 因为我自己就是 这是私生病患的照顾家属 我在照顾上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解答 那我希望把这个模式可以复制给更多人 2019年潘老师带着团队自掏腰包走访南投山区部落 留下平板将都市的健康照护资源送进山区 一二三四 南投埔里的朱宰山社区长辈 一辈子没进过健身房 却可以跟着健身教练跳时下最夯的乐龄操 蛮多社区他几乎只有志工 他没有专职的人员在工作 那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相关的高龄的照顾的知识 所以他其实很需要这样圆端多多元的专家来提供服务 以今天这个社区来说 他们非常多都是劳作农作 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肢体关节的疼痛 腰痠 骨刺 脊椎疼痛 请堂克做完运动 下一堂克是新北市的物理治疗师林立峰 教长辈怎么保健 有这样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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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拉 但是这个对我很硬好 这样拉也不会痛 拉好走路就比较好 像运动专家我们就有两位 他带领长辈的风格就也不一样 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看到那个下面 这个意思帅 他们就很期待 很开心 对啊 就有不同的上课方式 如果是长辈他很开心的 上课之下又吸收到很多的知识 又促进健康了 这是最完美的 下课就修法班啦 下课就唱歌班啦 五天都有这五天 想要唱歌运动我都爱的 在家一定是看电视而已 来这就是一些 我们老人都在这里聊天啦 做运动啦这样 因为科技让老人家越动越快乐 也因为深入偏远地区 发现人文环境下产生不同的健康隐忧 他们需要不同的专业照顾 远距照顾平台 有营养师 医师 护理师 健身教练等 五百个专家提供咨询 就像强大的健康照顾团队 我们在这边的普理 他可能相对来说 智商心理的面向 或物理治疗的面向 这样子的专家不容易邀请的到 像共疗会遇到 因为他们的长者进来了 可能是带着肾脏疾病进来 那其实他就很需要有人告诉他说 怎么样准备餐食 透过这样子的咨询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医师 他会很诚实地 很诚实地 我这里真的很痛很痛 我怎么了 很真实地去表达他 1368170 在普里长照站梁测的血压心跳数据 可以远距传送到台北内科医师的电脑 透过视讯及时咨询 如此一来省下三个小时的车程 而采访小组也体验透过这套软体 远距采访医师 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 多项数据 从血压 血糖 钙值 情绪图表 到使用者居住的空污指数 甚至使用者授权后 可以连线历年的看诊记录 让就医不变的偏乡患者 就诊时提供医师更精确的判断 不是每一个都像台北这样 他可以很便利地找到专家 那有些像中南部县市或花东或是离岛 山上地区都很缺乏这样的资源 长期以来 人口万一所造成的忧郁 山区老人家们不懂得求助 天理退化会加剧失智症的严重 户弱也少有人关心 潘老师从照顾妈妈的经验 看到偏乡长辈的需求 如果可以善用科技撑起照顾网络 城乡距离缩短 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也可以时时刻刻